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本期节目咱们来聊一聊 丽江宁浪惨案 金谷拉农是丽江市宁浪县 跑马平乡跑马平村委会 农场二组的一个普通的农民 2004年7月19号晚上 他在一个朋友家里边玩扑克牌 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左右 才回到家里边 他一到家呀 发现小儿子睡觉的那个房间 灯还亮着呢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啊 就轻轻的走进屋里边 把灯就关了 关完灯之后呢 就来到客厅 发现妻子还坐在沙发上 我说今儿真是奇怪了啊 孩子不睡觉 他也不睡觉 他就奇怪的问了一句 你怎么现在还不睡啊 他的媳妇呢 没搭理他 哎 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话呢 睡着了 怎么在这睡着了 还是没反应 他就摸了一下妻子的嘴巴 当时就感觉不对劲 这一下是惊慌失措 跑到隔壁大哥家门口 我媳妇不知道是摔倒了还是生病了 你们过来看一下啊 当天晚上 在大哥家 正在看电视的 有五个村民 听到这消息之后啊 听到这消息之后啊 就赶到了金谷拉农家 他们把这灯打开 仔细这么一看 目瞪口呆 金谷拉农的妻子 叫布典安子 头部 胸部 都有血 大儿子 浑身是血的 躺在沙发和茶几之间的地面上 刚才金谷拉农没有看见 俩人呢 早就停止呼吸了 地面上的鲜血啊 让在场的村民 是心惊不已啊 家里边 箱子呀 柜子呀 都是一片狼藉 金谷拉农这时候 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哎呦 不好 我小儿子呀 赶紧跑到小儿子睡的房间 掀开被子 这么一看 小儿子的胸部 也都是血 停止了呼吸 住在他隔壁的邻居 是宁浪县跑马平乡 党委副书记刘国华 听见金谷拉农的喊声之后 赶到了金谷拉农家 一方面呢 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保护 一方面呢 立刻向跑马平派出所报案 7月20号凌晨1点46分左右 宁浪县公安局副局长 兼刑警大队大队长邹文全 接到了跑马平派出所民警 情况汇报之后 立刻率领着10名刑侦人员 赶赴现场 凌晨4点左右 赶到现场的民警 对现场呢进行了初步勘察 可是啊 现场已经被死者家属破坏了 当时家属邻居村民 看到这副情景之后乱乱哄哄的 经过核实 先后有十余名村民曾经进入到屋子里边 尸体已经被移动过了 由于案情重大 邹文全副局长立即向丽江市公安局做了汇报 凌晨4点30分左右 天上呢 下起了熙熙丽丽的小雨 侦察人员兵分三路 迅速开展工作 一个工作组 深入到全村八十余户农户家里边 挨个落实当天晚上村民的活动情况 第二个组呢 对现场进行保护的同时 对金谷拉农进行了详细询问 案发当晚呢 金谷拉农呢 跟同村的一个村民还吵了一架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才导致这起灭门惨案呢 但通过对该村民的调查和询问 排除了他作案的可能 第三个组 对死者 布典安子 也就是金谷拉农的妻子 对他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 并且在调查之中发现 布典安子曾经和墨房沟村的一个村民 有暧昧关系 可经过调查呢 这个村民也没有作案的时间 转眼这一晚上就过去了 早上八点左右 正在开半年总结会议的县委常委 公安局长赵立峰赶到了现场 和民警们呢 就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工作之中 侦察员在跑马平街上调查的同时 对全村的摸底排查也在同步进行 正在这时候 一个村民呢 拿过来一把匕首 交给了侦察员 说这是 在距离金谷拉农家一百多米的公路边 有一个小桥下边啊 在小河里 捡到的这把匕首 赵立峰局长和邹文全副局长 率领侦察员 对村民发现匕首的周围 进行了详细的勘察 并且在勘察的过程之中 发现有一根形状类似于木锤的木棒子 浸泡在小河里 并且进行了依法的提取 中午十二点左右 丽江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谢家刚 刑侦支队政委杨书全 行动技术支队支队长何福根 他们呢 一行七人 先后赶到现场 丽江市宁浪县刑侦技术人员 对案发中心现场勘察工作 一直持续到了当天晚上 七点左右 马不停蹄七点半 就召开了全体侦察员 都必须参加的案情分析会 综合各组反馈的信息 和结合现场的勘察工作 会议初步确定 一 作案人员是两人以上 二 根据法医鉴定结果 认为发现的木棒和匕首 极有可能是作案工具 三 作案者极有可能是死者的熟人 四 屠材害命和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 五 重点排查 涉毒 涉赌人员 以及有前科和劣迹的人员 七月二十一号 侦察员兵分六路 一组继续对现场进行勘查 一组对吸毒人员 刑满释放人员 以及有劣迹的人员 现实表现进行摸底排查 两组分别对跑马平村委会农场 一组二组逐一深入到各家各户来进行调查 一组对死者亲属关系进行调查 一组在跑马平街面走访排查 二十一号晚上十点 接到案情报告的云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技术专家组 也连夜赶到现场 七月二十二号 云南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技术专家 对现场进行了复刊 对尸体进行了全面的解剖 与此同时 外围调查走访摸牌工作 也有条不紊的进行 各组对梳理筛选出来的重点人员进一步细化 重点嫌疑人的查控工作落实到人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开始的案情分析会 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会上综合各组开展工作情况汇报 和对现场勘察以及尸体解剖的鉴定结果 谢家刚副局长 大胆指出匕首和木棒就是作案凶器 那么围绕匕首和木棒 查找犯罪嫌疑人是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根据木棒的特征 这个木棒是立木的 这种木制只有高山上才有 7月23号当天 侦查工作呢 就放在了查找木棒的来源上 早上七点左右 天哪 刚蒙蒙亮 侦查员摸牌了58户村民 其中有这种木制的村民 10余户 在摸牌过程之中 侦查员得到跑马平村委会农场一组 有一名叫阿西史部的村民 经跑马平派出所多次查找都没有找到 案发之后呢 就神秘失踪了 根据这个信息 跑马平派出所所长萧永华 再次到阿西史部家通知 可是呢 还是没有人在家 萧永华这时候啊 带着人在阿西史部家周围 进行细密观察 在观察过程之中 发现了院子里啊 一个木墩子旁边 有大量的碎木片 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技术专家 和市公安局技术人员 对碎木片提取认定 这就是同一木质 并且确定 就是丢在小河中 那根木棒上分离出来的碎木片 市公安局副局长谢家刚 果断下令 抓捕阿西史部 警方啊 随后向阿西史部的妻子了解情况 他的妻子啊 说阿西史部到牦牛瓶去买花椒了 可是这明显是说谎 为什么呀 牦牛瓶根本就没有花椒 侦察员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做时做系抓捕工作的各个环节 框定了抓捕范围 由邹文全副局长带队的抓捕组 向宁浪县烂泥京乡 牦牛瓶方向追捕 由宁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指导员 毛洁带队的抓捕组 向缠战河乡三谷水方向追捕 由宁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河坚海带队的抓捕组 向缠战河乡甘孩子村委会方向追捕 下午一点左右 赶到牦牛瓶的追捕组 在摸牌过程之中 得知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那么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呢 能顺利的抓捕阿西使部吗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赶到牦牛瓶的追捕组 在摸牌过程之中 得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那么是什么消息呢 追捕组啊 在当天早上查找阿西使部的时候 在舅舅家躲了两天的阿西使部 就得到了舅舅的通风报信 舅舅跟他说了 公安局到处找你呢 你还不快跑啊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阿西使部有如是丧家之犬 迅速的向深山老林之中逃去了 四川沿原县 沿边县 与云南的宁浪县 牦牛瓶是纯齿相依 唯一到沿原县 沿边县的有一条公路啊 因为下雨湿滑 甚至部分地段公路可能塌方 没有车和人行走 那么 邹副局长呢 初步推断 阿西使部 可能趁着人烟稀少的这条公路 逃窜到川滇交界处 也就四川云南的交界处 追捕组顺着崎岖的山路 往四川沿边县方向追捕 经过烂泥京乡 二拉坝 大拉坝村委会 都没发现阿西使部的踪迹 而此时呢 毛洁带队的追捕组 在缠战河乡 可以驾车直奔沿边县 可别看车能直接过去 手机又没信号 附近呢 也没坐机电话 还没法和队友们联系 无奈之下 邹副局长和队友们呢 决定连夜的赶往干孩子 因为公路车辆不通 他们呢 又连夜返回了 凝浪县城 看看多折腾啊 与此同时呢 毛洁带队的抓捕组 在23号下午6点左右 到达了阿西使部老家 缠战河乡 缠战河村委会三谷水 阿西使部呢 还是没有回家 他们在阿西使部家周围 进行布控的同时 在缠战河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之下 对该辖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24号凌晨5点左右 由宁浪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副大队长 何金海带队的抓捕组 在缠战河乡 干孩子村委会摸牌的时候 村民告诉他们 我们哪 看见阿西使部了 他在看到警车之后啊 逃到山上去了 哎呀 深山密林之中 何金海等侦察员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中 进行了搜捕 可一直没找到 他随后返回缠战河乡 向乡政府求援的路上 与马不停蹄 向缠战河乡方向赶来的 邹副局长 不期而遇了 何金海呢 向邹副局长啊 做了检要的汇报 邹局长呢 指令毛捷带队的抓捕组 向丽江市华平方向追捕 何金海带队的抓捕组 从石张拉打方向 向万马场方向追捕 禅战河派出所所长 带队往三谷水方向 向万马场方向堵截 自己呢 则带队从干海子 向万马场方向围捕 可以说是天罗地网啊 24号下午4点半左右 这三个组在万马场会合 可是依然没有发现 阿西使部的踪影 邹副局长安排好 下一步的追捕工作之后 当天晚上11点40分左右 邹副局长率领着 跑马平乡的派出所所长 萧永华以及两名刑警 赶到了四川省岩边县 岩口乡大瓶子村委会 到达大瓶子村委会的四名侦察员 已经连续两天三夜没合眼了 从早到晚呢 只能吃几个洋芋 加上每天在山高坡斗 泥泞的山路上 徒步穿梭50公里以上 几天以来是鸡肠碌碌 又累又饿 实在是太困了 邹副局长找饭店 安排民警吃点便饭 同时呢 三名民警在这个小吉镇 以找亲戚为理由 对小旅社进行了认真的清查 其中有一个小旅社呀 老板呢 姓阿西 他们呢 就用遗族话问老板 说我们呢 是宁浪来的 有没有一个姓阿西的人 住在这呢 这个老板毫不犹豫的回答说 有一个宁浪人 可是不是姓阿西 就不知道了 三名民警啊 眼睛相互示意了一下 并且迅速拔出手枪 冲进了老板纸的二楼 阿西住的房间 可是房门虚眼 房间之内空无一人 细心的侦察员发现 房间里一床被子 有明显被人盖过的痕迹 三名民警 随即一人把住旅社大门 一人冲向后门 一人继续在二楼搜索 有一个侦察员叫马继新 他呢 搜索到楼房侧面的平台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人 在平台上偷渡 他迅速的跨过栏杆 在微弱的灯光之下 发现这个人的着装 与群众提供的阿西使部的穿着特征 是非常相符的 马继新毫不犹豫的大声喝道 不许动 我是警察 那个人呢 发出了颤抖的声音 我不跑 我不会跑 你不要开枪啊 这个人被马继新 和听到叫声之后 随后赶到的两名侦察员 就致服了 经过萧永华仔细辨认 在地上打着哆嗦的这个年轻人 就是他们连日来 苦苦追捕的犯罪嫌疑人 阿西使部 邹局长这时候拍了拍 阿西使部的肩膀 我说阿西使部啊 我想死你了 这几天来 我一直在研究你的去向 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 经过当天晚上连夜突审 阿西使部 对7月19号晚上 伙同姐夫阿迪尼谷 杀死布典安子母子三人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惠 那么他为什么要残忍的杀害那母子三人呢 原来这阿西使部啊 自从三年之前就断断续续的吸毒 不光吸毒还嗜赌如命 喜欢赌博 他的老岳父呢 在二月份的时候 借给他一千一百块钱 让他修房子买瓦用 可他是既吸毒物又赌博 很快把钱就花光了 随后哥哥呀 又借给他两千 一千块钱呢 让他修房子用 一千块钱呢 还给姐姐 兄弟俩呀 曾经呢 共同向姐姐借钱 阿西使部是既不修房子 也不还钱 他干什么呢 让妻子用一千块钱 买了两头猪 另外一千块钱 很快堵桌上 输了一个金光 这时候阿西使部是囊中羞涩呀 忽然呢 有一回就听 本村村民聊起来了 说这个金骨拉农啊 最近挣了钱了 家里边呢 有好几万的现金 他一听怎么着 好几万 这得给我赌多长时间呢 7月19号 他就来到了他姐姐家 因为他姐姐一直催他还钱 你快还钱吧 我们也过不了日子了啊 我们也等着吃肉呢 他告诉姐夫阿底尼谷 说我呀 没带那么多钱 你呢 跟我到家里拿钱去 他姐夫一听 还有钱了 赶紧跟着去吧 9点左右 在三股水到跑马平的路上 阿西使部顺手就捡了一根立木的木头棒子 下午4点左右 俩人搭乘了一辆货车回到了阿西使部家里 阿西使部呢 把这木棒啊 加工成了木锤的形状之后 就藏到了跑马平中学的墙角下边 这时候他跟姐夫说 这时候他跟姐夫说 姐夫 钱我已经输光了 干脆去街上干一家万元户 我就把钱还给你 他这是在试探他姐夫 阿底尼谷呢 不相信这个村有万元户 这村子里边能有万元户啊 是不是去街上啊 姐夫 街上干不得热闹得很 干了就让人发现了 阿西使部呢 就没有同意阿底尼谷的想法 下午5点左右 他们在跑马平街上 溜达了三个小时之后 夜幕降临了 阿西使部带着诱惑的口气说 姐夫 要不去抢钱呢 你的钱我反正是还不起了 只能等以后慢慢还了 我现在连房子都快赌完了 听说呀 金古拉农家挺有钱的 有好几万呢 你跟我去抢钱 不仅能还你们家的钱 而且装修房子的钱也有了 文盲加法盲的阿底尼谷 在阿西使部反复劝说和怂恿之下 就同意了 陪着他去金古拉农家 抢劫钱财 晚上9点40分左右 俩人带着木棒子 带着匕首 就来到了金古拉农家 他们发现呢 金古拉农没有在家 只有布典安子 和16岁的小儿子在家 于是俩人按照事先约定的位置 选择了作案最佳位置 坐在了客厅内的沙发上 和布典安子母子俩呢 一起看起了电视 因为都是一个村子的啊 并且呢 当时在宁浪县啊 在这个村子里面 有电视的人家少 所以村民呢 去别人家看电视 这种现象很常见 这布典安子呢 也就没多怀疑 阿西使部啊 后来呢 就假装向布典安子 咨询办理户口的问题 就拉起家常了 因为人熟 布典安子呢 也没什么顾忌 他还热情的 给他们泡茶喝呢 晚上10点左右 17岁的大儿子回到家里 热情的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啊 并且和他们一起 在那看电视 十多分钟之后 小儿子困了 叔叔们 你们先看着 我回房睡觉去了 晚上10点20分 劳累了一天的布典安子啊 也想休息了 哎呀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也该回家休息了 俩人呢 用眼睛示意了一下 迅速的抽出来 藏在上衣里的木棒子 鸡大象 坐在沙发上 毫无防备的布典安子 同时阿西使部 将布典安子的大儿子 按翻在沙发上 可他插在腰上的匕首啊 一时拔不出来 趁着这个功夫 布典安子的大儿子 就站起来了 也17岁了 人高马大的 阿西使部这时候 大声的叫嚷 哎呦 我干不赢了 你快来帮忙啊 布典安子的大儿子 抱起了家里的VCD 准备反击的时候 被阿底尼古用木棒 击中了后脑勺 VCD掉在地上的同时 他也倒在地上 阿西使部这时候 把匕首拔出来了 在他的脖子 背部一阵乱戳 随后又转身 对布典安子的胸部腹部 在那一顿乱刺 先后一共刺了七八刀 布典安子母子 没有动静之后 阿西使部说了 现在 我干掉小儿子 等一下他男人回来 就干不赢了 继而呢 两个人又跑到 布典安子小儿子睡的房间 一把掀开了被子 用木棒击中了他的头部 随后用匕首 在他的脖子上刺了一刀 胸部刺了五刀 确认死亡之后 又回到客厅 发现大儿子 还有微弱呼吸 又补了几刀 布典安子的大儿子 先后身中三十多刀 当天晚上 金谷拉农八岁的女儿 和他大伯家的女儿 在一块玩 并且住在了大伯家 这才逃过了这场 血光之灾 杀死母子三人之后啊 他们在客厅卧室里边 进行搜刮 翻箱倒棍 可是一无所获 阿西使部 在布典安子的口袋里 摸到了一块五块 十块的一打子零钱 据说呀 一共只有三百来块钱 确信再也搜不到钱之后 把灯关好了 俩人呢 从后门就逃离现场了 当跑到公路边的一条小河边的时候 就把匕首和木棒丢进小河里了 在阿西使部家 俩人就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衣服 把作案时候穿的衣服啊 就藏进了猪圈里的粪草里 并且趁着夜幕的掩护 连夜向新营盘乡方向逃窜 第二天 阿西使部阿迪尼古 在牦牛平村委会阿西使部的舅舅家 躲了两天 23号早上 得到舅舅通风报信的俩人呢 就向干孩子村委会方向逃窜 到达万马场村之后 俩人是分头逃窜 阿西使部在24号早上 花五十块钱租了一辆摩托车 下午四点左右 逃到了沿边县沿口乡 大瓶子村委会的一个小急镇 并且住进了一家小旅社 晚上11点40分 见到民警进入旅社 于是就溜到旅社平台上 假装呕吐 没想到被逮了一个正着 犯罪嫌疑人阿西使部 当时啊 才24岁 小学文化 7月25号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的 阿西使部的舅舅阿迪克哈 也因为涉嫌包庇罪 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警方呢 对阿迪尼谷 也在权力追捕 最终啊 本案经过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并核准 以抢劫罪 判处阿西使部 阿迪尼谷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一万元人民币 再多说两嘴啊 宁浪县呢 当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 而跑马平乡呢 是贫困县里边的贫困山区啊 是贫困中的贫困 村民主要呢 是靠种地生活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 在当时啊 大部分家庭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由于生活贫困 当地的老百姓的文化素质也比较低啊 至于法律观念都不能说滞后了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那么这种落后 这种愚昧 并且这种因为贫穷而导致的 对金钱的渴望也正是这起恶性案件发生的根源 这也就是我总认为啊 为什么普法普法在现如今会这么重要 会如此重要 为什么我一直希望大安基石节目 能有一些普法的内容 或者说普法的作用在里面啊 就是希望能够提醒大家 不仅仅是提醒大家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融合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更是提醒大家 要敬畏法律 不要步入深渊 行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观看